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品牌也是新鲜的比较厉害了 能挤入全世界的一些比较厉害的科技竞争对手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准备是哪一款我国最近几年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手机品牌商啊 国产品牌这个小米小米旗下有几个品牌吗 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我们准备用小米旗下一个子品牌 他在我国大陆是没有上架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准备是用装有那个波兰MIUI那个子品牌 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在波兰是怎么样的受到人们的喜欢 这款准备要说的是这个型号的吧 PoCoX Pro版5G的 那我们点击看一下这款手机是怎么样那个页面 目前他显示的是波兰比啊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给翻译过来看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里这个店铺的位置才能进入到这个小米这个 墨商城那个购买啊 我们点击是售权平台啊 就是进入到这个小米在这个波兰这个小米商城呢 也是小米官网波兰这个米的信息 有那个波兰的米UI还有那个小米社区 不是国外的一些信息 我们今天呢准备说的是哎这款PoCo这个子品牌啊 还是一些具体的素卖的价格性价比是怎么样了 哎按今天进入到这个小米在波兰这个官方页面了 也有几个品牌啊是在做特价处理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吧今天我找一下这款手机能不能找得到PoCoX4 Pro版了 哎再往下拉下来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真的有PoCoX4 Pro版5G的 这款式品牌在国外也是非常让人喜欢的 也很多人他对他这个品牌有很大的一个心急的地方啊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品牌配置是有几个配置 我刚才点击进去啊有两个配置啊 一个是8GB的也一个是6GB的 我点击的是8GB进来了 然后8GB目前在那个波兰这个国家卖是多少 10楼梯啊我们看这个6GB的我们看一下比这个刚才那个8GB便宜啊 159910楼梯 如果呢你是生活在香港啊对这款手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如果呢你生活在那个波兰尼街华人朋友啊对他有兴趣可以去那个实体店去线下体验一下 因为他这个线下体验店小米服务是比较不错了2499港币啊 这款手机有三个颜色跟那个波兰这个型号颜色也是差不多了 这个2499万人民币将近是多少钱呢 将近是2200块钱左右人民币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看一下这款手机啊 pocok4pro版我记得在波兰地铁有售卖了看这些当地人的一些米粉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嗯值得关注 与价格相关的重要参数有趣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很吸引的我很棒的手机啊都非常的不错 这款小米手机还是得到人们的认可了最高的配置是1799持罗币啊 换成人们币将近是多少钱1799持罗币换成人们币将近是2600块钱左右啊比我们那个我国香港那期将近贵有400块钱左右这样子 这款手机啊在那个波兰国家卖的价格性价比确实没有我国的香港那么实惠啊 但是呢他这款手机在波兰地铁对比别的一些国外品牌一些友商啊也是算比较性价比的吧 如果你觉得这款手机可以也可以给我们做个评价 或者有什么个人的一些意见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吐槽都是非常的不错 我还是喜欢你们的吐槽 然后呢这款手机也是有这个apple那个免费使用二个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呢今天的对比也是到这里也是差不多了 如果呢你有更多的一些个人想法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我们下期再见